天氣方面的消息要來關心到 未來一週天氣將分成三個階段 週二之前雨勢集中在東半部、恆春半島 各地的山區還有近山區平地 午後要留意短岩石牆降雨 而從禮拜三開始水氣增加了 而且在南海附近可能會有熱帶擾動生成 會不會發展成為颱風還要再觀察 但如果低壓持續的發展 將會為台灣帶來水氣 到時候在東半部地區還有南部地區 可能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 外頭高溫悶熱 一到五後 又將迎來磅沃大雨 持續好幾天的天氣形態 到了禮拜三 還要防範有颱風來攪局 工廠預報可見 目前位於南海的低壓帶 未來恐有熱帶擾動生成 也不排除發展為颱風 朝台灣方向近逼 增程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不確定性 那未來會不會發展 它的強度可能也具有 比較不確定性 不過時間點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以週三週四之後呢 在南海附近新增大低壓區的可能性 是比較高的 近期台灣附近偏南風 雨是集中在東半部恆春半島 有局部短暫震雨 中南部沿海早晚也有零星雨 各地山區及近山區平地 午後要留意短延時強降雨 到了禮拜三 如果低壓持續發展 將會為台灣帶來水氣 東半部及南部地區 恐有局部較大雨勢發生 可能會帶來一些水氣 逐漸的往北傳送 南部地區也有 比較不定時的降雨 也會被列為接觸者 讓民眾擔心說 那一起搭車是不是也有風險呢 專家解釋說 主要是病人的農炮 在破掉的時候 這個病毒量是最高的 很容易會污染到周圍的環境 造成接觸傳染 另外還有醫生市井說 在82天之後 全球恐怕會有超過 四百萬人感染猴痘 提著行李上飛機 根據機關署公布 猴痘接觸者追蹤指引 昭示在航空器上 最愛確診者左右兩邊 也會被列為接觸者 讓民眾擔憂 如果是一起搭車 也沒有親密接觸 是不是也可能 因此染疫 從五國首例個案的症狀來看 主要是大腿冒出幾顆痘痘 周圍皮膚稍微泛紅 對比先前國外的案例 並爭不太相同 先前國外患者 有人是臉部發病 在蔓延到四肢核躯感 感染這種中非紛質的病毒株 致死率高達百分之十 但這波猴痘疫情 則是肚子比較小 症狀不典型 讓患者跟親友比較難察覺 恐怕會增加接觸風險 國外專家更示警 猴痘R0值大約是二 代表一名個案 可以傳染給兩個人 要提高警覺 因為SARS病毒 R0值起初也是二 後來才升到三 而個案通常會先出現 巴燒極度倦怠 大約三天左右 才會出現皮膚病灶 如果警覺性不夠 就會傳播出去 這次的流行來講 它是從西非傳出來的 算是一個比較弱的 一個病毒株 前面這一段時間 三天裡面 它沒有被診斷出來 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會漲播出去 還有醫師警告 以後動目前的感染速度 全球每8.2天 會增加一倍來看 預估82天後 將達到1024倍 等於全球有超過 400萬人確診 由肝科純會警告 如果發生社區傳播 可能會很難斷根 得好好幫助 記9.108 太不夠了 好 來關心新冠疫情 方面的消息 本土的確診個案 連日下降 但是有醫師認為說 疫情下葬的速度 並不快 恐怕要到8月的上旬 才可能單日確診數 跌破萬例以下 推估到時候 累計染疫的人數 大約是470萬人 致死率有可能 超過萬分之17 而也有醫師預估 一週之後 台灣每天染疫之後的 死亡人數 可以降到百人以內 另外現在還發現了 兒童染疫之後 可能發生中風的情況 醫生就解釋 這是因為兒童染疫之後 發生了MIS-C 造成了動脈瘤 要是發生在腦部 就可能會導致中風 本土確診個案 持續下降 連日新增的確診數 落在四萬多例 但有醫師認為 疫情下降的速度 並不快 恐怕要等到8月上旬 才可能單日確診數 跌破萬例以下 預估到時候 染疫人口會佔 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 死亡率可能會超過萬分之十七 那如果以百分之二十 四百七十萬的 染疫人數來算的話 很可能到時候 到了八月上旬 累積的死亡人數 可能會到七千多 甚至比近八千 醫師推斷 單日確診數 越晚跌破萬例 會有更多人死亡 不過也有醫師預估 一週後 台灣每天染疫後的死亡人數 就可以降到百人以內 而在OMOCON疫情流行期間 美國研究也觀察到 兒童感染OMOCON的機率增加五倍 兒童染疫後 還可能會導致中風 透過這個腸胃道 跑到我們體內形成超級抗原 那超級抗原就引發我們身體裡面 免疫系統對身體做無差別的攻擊 那攻擊到血管 就形成所謂動脈瘤 兒童染疫後 發生MIS-C 也可能導致動脈瘤 如果發生在腦部 就可能導致中風 發生在心臟 則可能造成心肌梗塞 但醫師表示 兒童發生中風的狀況 還是罕見 如果急遭使用免疫球 蛋白注射治療 還是有機會康復 當污之急 還是要讓孩子儘快接種疫苗 面對即將到來的暑假 孩子出遊也才有足夠的保護力 記者陶宇生周圍 姐太陽報導 想要救人 反而被救 怎麼一回事呢 高雄名男子25號傍晚 來到了柴壽山沙灘秘境 看到有女子受困在峭壁上呼救 她立刻攀岩 想要英雄救美 但是沒有想到 反而自己被困在了峭壁上 是動彈不得 警消救援人員抵達了現場 用繩索 費了好一番功夫 才成功協助這名男子脫困 宣崖峭壁上 只見一名男子蹲坐 還一臉茫然 男子受困在峭壁 眼看進退兩難 收到錢也不得不求助警消 你不要動啊 不要動 將繩子綁妥 所有救難人員 小心翼翼冒險下切 一瓶 你先喝一點 沒過多久 救難人員結束到男子 先給予補充水分 接著將繩子綁在對方身上 最後將人安全送到平台 完成救援任務 我們那邊轉換成那個 用拉的 48代25號傍晚 高雄柴壽山沙灘秘境 這名陽性男子不久前 在機槍堡遺址践行 眼看一名女子受困峭壁 還不斷呼救 這才攀爬到五層樓高的山壁 但因技術不熟練 且陡坡達70度 沒想到救人反需要被救 好在警銷抵達也先後協助兩人脫困 在女性待救過程 一個男性他上來要協助救援 然後也跟著受困 我們就出動第二次 再去將男性救上來 每逢假日 不少民眾都特地前來柴壽山 阿朗義海岸線祕境 但當地山壁倒翹起碎滑 民眾攀爬很容易發生意外 這回男子本打算英雄救美 結果反需要被救 幸好警銷即刻救援 也解除受困虛精 借高雄縱報道